孤独十个等级,你占了哪一种? 孤独的样子有很多种,而我们一个人就占了很多种。 聊起孤独,很多人都不陌生,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能一同走下去的灵魂太少太少,我们只能选择行单引资,一个人种。 有人说过,孤独是人生的一种独处,而不是惩罚,不管说得多么好听,孤独对一个人来说仍然是一种煎熬。 网友也许容不得说,当一个人久了,也许习惯了一个人,喜欢一个人的生活,不喜欢打扰别人,当然也不喜欢别人打扰自己。 网友冰,他说孤独是人生一种不自觉的独处,而不是惩罚,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退隐,也不是怪癖,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里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。 还有人把孤独分成十个等级,第一个等级是一个人逛超市,第二个等级是一个人去餐厅,第三个等级是一个人去咖啡店,第四个等级是一个人去看电影,第五个等级是一个人去吃火锅,第六个等级是一个人去KTV,第七个等级是一个人去看海,第八个等级是一个人去游乐园, 第九个等级是一个人搬家,第十个等级是一个人做手术,幸运的是我只经历过第一个等级,因为我不敢去经历第二个等级,不是没有机会,而是因为真的怕因为孤独而招来别人异样的眼光,一个人去咖啡店,一个人去吃火锅,这种更是不敢想,哪里受得了别人异样的目光。 有的时候特别想去看一场电影,但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陪着去,只能放弃,有的时候特别想去旅行,一个人去看海,一个人去爬爬山,却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陪同,只能放弃这个想法。 有的人是人际孤独,因为工作,因为生活,选择一个人,而有的人真的是喜欢孤独,去享受孤独,我应该跟第二种学,慢慢去享受孤独。 有人说过,女人因优秀而孤独,男人因为孤独而优秀,一个人独处的时光总是能让自己慢慢的成长,慢慢的进步,一个人能经历过孤独,才能更好地面对自己。